给大家 所以说在中国的感受 现在我是处于失业状态 离过婚 下面还有个孩子 大概 七岁了 等会儿我就该再过十分钟 十几分钟我就该去接孩子放学了 说个什么事呢 昨天孩子五点半放学之后 我带他出去逛街 有条河去玩的时候 然后是路过 我们这有一个初中 初中什么情况 门口正好是七点多左右 门口就卖好多吃的 什么煎饼果子 什么炒面 干椒饭 糖葫芦啊 什么都没有卖 后来我又闹门 我说现在他们是住校的吗 又问那些 摆特尔老板 摆特尔老板说他们不是住校的 他们是走读生 什么是走读生 就是在附近住的 然后是还没放学了 我说他这上课上到几点啊 十点 我了歉了 十点 他们正常放学是七点 但是他们有些还要 那些上到十点的是什么 叫晚自习还是什么 就是但是有老师在教 那个肯定应该学校是收费的 相当于外面的那种 那种那种什么 那种 那种 反正那种教学的吧 我说现在已经上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内卷成这样了 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还没有啊 我天哪 看他们都出来买东西吃 一份炒面煎饼果子 炒面五块钱 煎饼果子也是五块钱 还有鸡蛋冠饼 那这 十点放学 早晨 那几点开学啊 那开学也忒早了吧 哎呀 让我惊讶 让我惊讶 后来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在中国呀 人太多了 内卷太严重了 假如人少 假如人少的话 根本就不会这么内卷 假如人少 成为十分之一 学习很轻松的 国家需要的人才 就在十分之一里面找 一下去了九成 那就剩一成 一成的话 国家肯定是国家需要的人的 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内卷 也没必要这么什么上课到十点 那轻轻松松五年放学 你们考试 国家正好缺 缺那个人才吧 你们随便一考 国家就要 就是考不上 那也是很少的一部分 是不是 而现在就是说 人太多了 然后是故意给你设置的门口很高 导致内卷化严重 我现在失业 工作 外面是有 工作是有 也能找到 但就是我想不通这种制度 这种什么制度 我之前 我是大概辞职了 有半个月 然后是那边是 之前那个工程师做什么 本来一个人规定 国家规定一个人 看四个孩子吧 但是我们厂里面 让我们一个人看六个孩子 你看六个孩子 相当于打个什么比方呢 就相当于你抱的 有些你抱四个孩子 前半夜 前半夜 你得走 抱了四个孩子 走三十公里 后半夜 你得从 也得抱四个孩子 走三十公里 但是后来他又这样 你抱六个孩子 五个孩子 六个孩子 跑 不是 抱六个 抱 走三十公里 后半夜 也是走三十公里 他太他妈的累了 简直人根本就 那就是这么累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工资还照样 不给你砸 我觉得没有一点人权 工资倒是可以 七千 五千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把徒弟交汇了 这就把你给顶了 以前听过 现在还是这种模式 现在人呢 就是 就是鸵鸟 饥饿 每个人都是很饥饿的那种 相当于 看不见的那种 你吃我 我吃你的那种情况 但这种制度也改变不了 从上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分流了 现在 有一半 百分之五十都上不去 百分之五十 你就得救助社会 初中 上高路 你都上不去了 百分之五十 你就得 进入社会 这 初中 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 毕业的人 你刚毕业 你去社会 你没学历 你找什么工作 你只能去 工地打工啊 找一些 脏活泪活干 而那些 烤上的 进入高中 其实那边的人 都是家里挺有背景的 有权有势的 烤不上 人家也不愁事不愁喝 不上班也能 养活好自己 烤上了 也是这 继续家里的产业 所以就说 烤不上那些人 你往上走 很难的 现在厂里面招人 45岁就不要了 进场 大砖以上 让我们这些 大砖以下的这么整 人家 让你 就 规划好了 计划好了 这种就是 你的命 你的命运 就已经 规划好了 什么人定胜天 嗯 这屁 扯淡嘞 我孩子上学 我都看不到希望 嗯 其实 什么文凭上来 那么 觉得文凭那么重要 上来一个 其实 他文凭上去之后 你随便 中国80% 90%的工作 文凭不够 换个人 随便一上 只要是你是年轻人 同样是年纪一样的 你教他 他一样能把你的工作代替了 而直播是那些 有钱人 有权有势的 设了一个门槛 故意 让自己孩子 有利的那一方面 规定 嗯 说你行 你就行 说你不行 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你像我们这一段 怎么整 现在没有收入 我本来想的是 那个 搞个主播 YouTuber的 或者是西瓜呀 哔哩哔哩 但是你们看竞争太激烈了 嗯 多少主播 80%的主播 都是 都是这样想的 我做主播 然后就这样 坚持下来 都想着坚持 但80%的主播都已经废了 自己的钱 什么财 全都整了 结果 收入简直太少了 坚持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想 专心做一个YouTuber YouTuber国内肯定是 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做什么好像都希望渺茫 我要做国外的这个YouTuber 但现在还找不到什么主题 也快35了 35以后找工作也不好找了 那孩子长大吃什么 喝什么 像我们这种无权无事的人 长大了就 任人宰割 饿死他 真是猪门九臭肉 一路有冻死骨 有人说你不够努力 你那些学习好的 什么大专了什么的 他爹没本事 他也长不了多高 父母就是地 就是一块地啊 你这个孩子种子再好 这块地不行 你怎么长也长不过 人家的那些地好的孩子 好了我要去接孩子了 都说活在当下 那个当下是别人的当啊 你要不 你要不爬别人的当 你没钱 你爬别人的当 尊严就没了 现在感觉就不自己 不是个人 措子